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Fair Up 今天要跟大家講一下這個劍尖出品的鬥好的使用心得 回到我這裡大概就兩個月左右 但是大家都知道英國的天氣非常冷 在室外場打球的機會率相對於在香港會比較少 主要這個球很大部分程度的測試都會變成在室內場的測試 英國的特色也是另一種 在室內場場地的情況也未必有香港那種室內場 那麼乾淨的 也有些好像沙泥地的地方 但是一般來說 現在我打單的場地就未至於屬於非常非常清潔的一類型的場地 因為本身是學校場地 學校也不會經常去拖地 或者經常去保養維修 所以在室內場的情況來說 大致上是變成一種室外室內場的 中間點的地方左右 這個球已經打了大概四至五次 但是每次的時數是非常高的 大概可能在四個小時以上 在二十個多小時的情況下 你可以看到球現在的情況是怎樣的 本身的球其實當然在很多地方 你會看到已經出現花紋 那麼break in 來說 六七個小時以後已經接近完全break in 因為其實我一直都會被人在那裡鬥球 變成你的break in 時數是比較快的 而球也相對在我印象中來說 是叫做快進入狀態的 以這個情況來說我覺得都是一件好事 如果你在鬥球打六七個小時 就叫做已經完全break in 來說 是叫做非常不錯的成績 純粹你說外觀來說 你說會不會真的很耐心呢 當然是已經叫做傷痕累累了 那些字也都脫脫地 鬥好脫脫地 銀色的部分那些也叫做被我打到花了 那麼這一點就磨了口飛 其實你變相你當打街場這樣 這一點都很難說維持著 每一個字樣都留得回住 但是看到的特色就是什麼呢 就是在它的邊 叫做打得這麼強度的情況下 都依然叫做黏得很實 黏得很死 沒什麼特別有些笑起的情況 在二三十個小時來講 的確這個就不會說很快打得掉 但是你說是否完全可以保持到一些叫做笑起的狀態 有時候是真的的確做不到的 百分之八十個波都做到的 有二十%是真的做不到的 這個是叫做一個最基本的分水嶺 始終都是兩句 整體來說打完下去的質感就是覺得 可能那個波身呢 叫做偏硬少少了 室外場來說當然 這個是因為一個叫做內磨程度的考慮 在室內場來說 手感當然會沒有傳統的神室內波那麼好 但是也是因為我現在打開的場地 是偏向於比較髒一點點 這一點就最考驗到它什麼呢 就是在四個小時之後 究竟它的Grip 是不是有相對很大的改變 那個波在貼一層之後 其實反應整體來說 都叫做維持在90%至95%的水平 這一點跟我之前一路幫它試的波的情況下 亦都是沒有大兩樣的 很少因為汗水 因為沙泥 令到波的Performance 大幅下降 最主要來說可以留意到 就是全球脫手的情況 射波的時候脫手的情況 究竟這兩方面 其實會不會都經常出現 就是大家大眾牛右手 這樣的情況 這個波整體來說都是沒有的 由於坑雲來說 都叫做不淺不深的情況下 在拍波亦都沒有特別謊 叫做在Dribbling 的時候 這個波會有異常的走動 這一點我自己是不發現的 射波的情況其實都叫穩定度幾高 原因是它本身的波是偏向於重一點 是620g 左右 620g 左右是甚麼概念呢 是一般高級的波是610g 中一點 它已經去到620g 在長遠來說 就算是遠程 或者是一些中距離 它的射球穩定性都會有所提高 你不要看少過10g 20g 30g 這些重量對你的秦積來說 都起到幾大的作用性 這一點可能大家朋友在街場打的時候 都可能會感受到 即是波有時候比較重點 是沒那麼飄的 比風吹也沒那麼飄的 這一點這個波是做得不錯的 至於波膽的耐用性、漏氣程度來說 暫時在兩個月之後 我是泵過一次氣的 它的波膽可能經飛機來的時候 可能是令到波膽有少許針口位 有少許走位 所以其實兩個月之後 其實的確是有少許淋了少許 是需要補打一次氣的 這一點我覺得 漏氣程度來說叫做中規中矩 但可能在你們在香港或者其他地區 如果不經過飛機的情況下 可能這一點是會做得好少少的 所以在我手上 我告訴你 它是需要兩個月就泵少少氣的 如果你可以這樣說 沒有WALTON那個那麼穩定 如果你可以這樣說 但是都叫做中上水平的 只要皮面方面 有沒有一些不規則的磨蝕 這一點我暫時都是見不到的 即是它也沒有說 在皮面方面 有很多古靈精怪的磨蝕 都叫做幾平均下的 這個波來講 我想大概大概兩個月來講 去到這個傷勢可能是比較偏嚴重少少的 鬥球的時間太多了 即是無論任何情況 它拿了球出去打的情況下 它的傷勢的確會比 很多時候你一般在球場上 直接射球 不是說那麼頻密次數鬥球 是沒有那麼傷的 很希望大家 即是朋友仔 在一起打球的時候 大部分的朋友 感受都是滿意的 因為長時間裡面的穩定度來講 真的叫做幾高 因為這一點在大部分市場上 可能90%至90%的球 都是做不到 在Given打那麼長時間 又不用抹球的情況下 在這種友情的基礎下 是可以做到這樣的穩定度 這一點是真的非常非常少的 以現在目前來說 你問我三百多元的價錢 你說是不是很划算打的 我覺得已經叫做幾好 即是如果你說之前的Decano BT-500X 你都覺得 即是叫做 可能打完半年九個月 即是一直打的朋友仔 可能叫做7-0 夠期換 即是可以踢球 經常都夠期換球 這個球其實我相信 在某程度上來說 應該是比那個 就更上一層樓 即是在手感方面 即是耐用程度 可能都是差不多 但手感方面 應該這個就會是 比較好少少 因為本身BT-500X 最消失的地方 就是波膽的質量 波膽的質量 BT-500X 只有580多g 而這個去到620g 其實最主要來說 就是裡面的波膽的層次 究竟做多幾一層 成本都高些 這一樣來說 應該會是兩者 即是最大的分別 而穩定度來說 我覺得 如果以我所發 即是試出來的效果 這個 在打得長時間來說 應該是有過之無不及的 Anyway 那去到這裏 如果有問題 下面留言 訂閱和分享我的頻道 讓觀眾的收聽相關至上 拜拜